而暗夜的这一把大火 花莲市公所也在火灾发生的第一时间 立即启动了安心为您 紧急应变SOP机制服务 将8名受灾户安置在五州商务旅馆之外 也在今天发放吉南九住金 能够让受灾户战斗难关 这些火灾发生在2月28号晚上9点多 多数老人家经就寝 也就是有人在看电视 突然住警器大响 居民吓得夺门而出 看到其中一户有农烟冒出 赶紧打一九 并且拿灭火器试图灭火 市长外交前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关切 并且指示相关客司立即启动 安心为您紧急应变SOP机制服务 将8名住户安置在旅馆之外 也有李干事协助清查受灾户的资料 那这一次我们在重庆都这边有发生了火警 那火事的状况也是有造成了两户整个房屋有毁损的状况 然后其他两户有一些轻微的一个波及 那我们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还是要在自己的住家装上住警器 那这一次的火警真的是比较幸运的是有装的住警器 人员都可以逃出来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那也提醒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在任何的时候用电器 还是用一些火的部分还是要特别特别注意 那我们真的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 那今天也特别代表花莲事工所 特别来慰问大家 那也谢谢黄一红里长在此积极地协助所有的民众 那对于居住的部分我们会来做相关的安排 那也请所有的朋友们都还是要提醒自己 要把住警器跟家中的电源还有火的部分 做好相关的一个安排跟控制 那在此也希望花莲永远无灾无难 因为刚好这次发生火灾的地区 刚好是我们里内一些长者一些低收的区域 所以小弟就先将这个月的事务费 来先让集用的一些受灾户 先让他们先短暂的生活问题先解决掉 花莲事工所凡接获到火警或其他灾的时候 会有辖区的李干事 直接到受灾户家庭进行光回访试 掌握基本资料之后 并交往受老科进行后续的光回慰问 光回问包含了给予公司部门情难救助 物资协助安置服务等等 希望透过及时的服务 让说在乎的乡亲 能够得到最妥善的照顾以及关怀 记得喜欢花莲报道